主真父佛了 阿雷陆腰 各位弟兄姐妹 在我们今天倾祝教会 信仰的最深的核心奥基 耶稣父佛的日子 首先祝福大家 父佛节快乐 父佛节为我们来讲 是我们信仰的高峰 以及核心所在 因为我们整个信仰告诉我们 天主爱了我们 派请耶稣基督来 为我们受苦受难死亡 但是受苦受难爱我们的耶稣 结局不是只是定死在十字架上 而是他光荣的复活了 因此他光荣的复活 带给我们这份永生的盼望 以及我们生命不断的更新成长 所以我们在庆祝这个复活节的时刻 我们有三个特别的意义 第一个复活节提醒我们 真正的平安跟喜乐 唯有来自天主的爱 唯有来自天主不断的跟我们在一起 才有真正的平安跟喜乐 那这一份永生的渴望 天主所赐给我们的爱 所带来的平安跟喜乐 更是我们永福生命的一个确证 那第二个复活节告诉我们的好消息就是 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会有天主不断的接纳 以及他的圣爱 如同耶稣显现给玛达勒纳 显现给伯多禄 显现给多磨一样 不管是我们有多大的软弱罪恶 不管我们有多少次的背叛过他 不管我们多少次的怀疑过他 他永远爱我们 永远接纳我们 第三个复活节的意义 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也应该把这一份爱 这一份永恒生命的好消息 带给别人 透过我们的分享 透过我们的生活 透过我们的生命的见证 把这一份复活的爱 平安喜乐 以及希望带给我们 接触的每个人 所以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刻 再次的祝福大家 复活节快乐 也让我们常常在内心里面 藉由相信 耶稣真的复活了 带给我们生命 真正的平安跟喜乐 天主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